休斯多火箭队成立于1967年,至于已经有51个年头,在NBA的选秀大会上一共选中5名状,至于这些状势力如何,谁成就最高呢? 下面就带大家了解一下,并送上小编戏目中的排名,Top5,约翰·鲁卡斯。 在1976年选秀大会上,鲁卡斯被火箭队用撞天选中,并寄予了后望,两个赛季场均上场时间,均超过了30分钟。 不过,令人遗憾的是,鲁卡斯的得分能力,并没有达到火箭队的预期,待了两个赛季后,就被交易到了勇士队。 球员时期的话,鲁卡斯可以说并没有什么比较显眼的成就,职业生涯场均可以贡献10点几分加2.3篮板加7助攻,Top4,拉尔夫桑普森,在1983年选秀大会上,被火箭队用撞天选中。 新秀赛季场均就可以贡献21分加11篮板,并且与奥拉朱王组成了大名鼎鼎的双装双塔组合,在戏绝上立刻过甲巴尔加沃西加魔术师的胡人三巨头组合,并杀入了了NBA总决赛。 可惜的是,拉尔夫后面因为伤病的原因,导致状态急剧下滑,最终被交易到了勇士队。 拉尔夫职业生涯主要成就是四次入选NBA全明星志荣,拉球名人藏成员之一,职业生涯场均可以贡献15.4分加8.8篮板加2.3助攻,Top3,埃尔·海耶斯,在1968年选秀大会上, 被火箭队用撞牵选中,海耶斯可以说是一个出道,急巅峰的球员,第一个新秀赛季场均得分,就高28.4分加17.4篮板,表现非常拟天。 至于状态这么好的海耶斯,后面为什么被火箭队交易走,至今令人费解,那时候修成了钥匙把他留下,并围绕他舰队,说不定那时候已经拿到总冠军了。 海耶斯职业生涯主要成就是12次入选NBA全明星阵容,三次入选最佳一阵,篮球名人唐成员,NBA50大巨星之一,场均可以贡献21分加12.5篮板加1.8助攻,Top2,姚明。 在2002年选秀大会,上,被火箭队用罩签选中,NBA职业生涯场就可以贡献19分加9.2篮板加1.6助攻,至于他在火箭队的成绩有多高?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组数据,姚明总得分9247,队市排名第6,总篮板4494个,队市排名第5,总感冒920个,队市排名第2,总罚球2485个,队市排名第5。 并且姚明还曾经在2008年率领火箭队拿下过场规赛队使22连胜的记录,Top1,奥拉朱网,在1984年选秀大会上利亚乔丹,被火箭队用壮天选中的超级巨头,职业生涯场均可以贡献22.5分加11.1篮板,并且曾经带领火箭队攒下了两个NBA总冠军。 搭屏这一点成就,奥拉朱网就是火箭队对史上最伟大的球员和状。